HELLO 大家好,我是盟六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旁邊這台台灣公司出的 經典科技F3行動麥克風 它是最有創意,而且它是最推薦的一款 為什麼呢? 第一個部分就是這種麥克風這種型 其實大部分台灣的賣家都是直接買大陸直接轉賣 但是他們家是有去做開發跟改良的 就是在裡面的晶片的部分 它有去升級用比較好的晶片 在第二部分呢,它有升級他們的專利 裡面有一些特殊功能是他們家的麥克風才有達到的 再來第二部分就是大部分的市面上的麥克風 有的會有消人聲,有的不會有 但是有消人聲最多就一段 那這一台它有三段 那為什麼人聲可以做到三段呢? 因為有一些歌曲比較特別 它會有分左聲道跟右聲道 那它也可以單獨去設定消人聲要消全部 還是消左聲道或右聲道 再來第三,我們買這種麥克風其實都會用YouTube來唱歌 那它有幫你做一個YouTube的 把它做成一個自建的雲端歌庫 也就是說你可以用手機來當作點歌的一個系統 然後用家裡的大電視或智慧型電視 直接看著螢幕唱歌 模擬在KTV的感覺 所以基於這三種功能 我覺得它跟市售的麥克風還是有一定的差異性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有什麼吧 Go! 配件都拆出來了 依序跟大家說一下 首先線材部分有兩條 一條是白色的 這個是USB轉Micro USB 可以做這個機器的充電 那另外還會附一條音源線 這個音源線的好處就是 你可以把它接到電腦當電腦的喇叭使用 甚至是如果你在車上 因為機器本身是有配備藍牙的 但是如果你車上沒有藍牙 你也可以連接到車上的AUX 也就是說在車上的話你也可以唱歌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有一張卡片呢 上面會有兩個QR Code 會教你怎麼樣去做操作 甚至是雲端的歌庫怎麼去玩 再來就是說明書跟保固卡的部分 然後還有一個麥克風的泡棉套 還有一顆離電池 這離電池的部分呢 是可以直接裝在這個麥克風做使用 以前很多我買過這種麥克風 大部分的電池都是砍在裡面的 但是用這種的好處呢 就是你如果電池掛了壞了 或者是沒電你都可以做替換 那最後看一下這個麥克風的部分 它的設計呢這種就是比較主流的 就是麥克風結合它的這個功能 到最後面的喇叭全部一體成型 那這個面板的部分呢 帶大家了解一下它的功能性 好再來我們看麥克風面板的部分 下面的話就是功能鍵 上面就是它的一心面板 那上面其實已經有這個藍牙的燈號了 那中間的話就做數字的顯示 那這個操作很簡單 就是左邊的話MIC就是麥克風 右邊MUSI就是音樂 所以左邊就是麥克風的增跟減 右邊的話就是音量的增加 音樂的音量還有音樂的減少 好那這個按鍵上面呢 其實你還會發現它有M跟EQ M的話代表是模式的切換 它這個就是用長按的方式去做切換 切成藍牙或者是切成AUX 那EQ的話呢我們長按它 它會做一個D0 是正常的音場 再來D1 D2 再D3 總共可以切三段 這個沒辦法形容 這可能你要去試的才知道 再往右邊看呢 這兩個有一個笑點跟一個拍手 這就是一個氣氛的音效 我就按給大家看 長按去驅動它 下面也是長按 那它的操作就是這樣子 就單按的話就是做真鍵 長按兩秒呢 就是切換這個圖案上面的功能 那中間是電源鍵 那右邊一樣啊 這部分就是KEY的升降 一樣用按的就可以了 那它最多就升六個KEY 那降KEY的話 數字的話就會是負的 你可以從畫面上看 就知道它現在是升KEY還是降KEY 那長按的話像這一顆鍵 長按它就是播放跟暫停 那下面這一顆比較特別 它是FM 然後把它長按給大家看 它會跳出一個FM的數字 這個用意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今天你的車上沒有藍牙 你也不想要接線的話 那你可以用FM 把這個汽車的廣播呢 切到107.1 跟它同頻的話 那車子上的音樂呢 就會導到這個麥克風上面 可以去做唱歌 好再來呢 右邊的話就是Echo 上面是切回音 下面是切人聲 這個回音的部分呢 可以做切換 然後它總共有五段可以切 好那人聲的部分給大家看 總共P0就是正常 P1就是消人聲 P2就是消左聲道 P3是消右聲道 所以它的人聲總共有三段 好那接下來我們往下面看呢 這邊會有它的一個專利號 還有它的NCC認證 所以它是一個合格的產品 使用上會比較放心一點 那往下看呢 這邊會有它的充電孔 那旁邊有一個TF記憶卡槽 記憶卡槽就是你可以插記憶卡來播放音樂 所以它也可以當作是一個藍牙小喇叭 如果不唱歌拿來放歌也是OK的 那不管是唱歌或放歌 覺得吵的情況下 可以外接耳機自己聽 也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最後一個是AUX 可以連接設備 比如說電腦啊 或是接車上的AUX 都是OK的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電池安裝的位置 好電池安裝很簡單 把下面這個轉開呢 然後直接把這個地方扳開 然後把它鋪給你的電池裝進去 這樣就可以做使用了 好現在已經把麥克風打開了 那我們做藍牙的連接 那我現在用筆電連接 你可以用手機筆電或智慧型電視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你用筆電 或者智慧型電視的話 效果更好 好現在已經連接好了 我們就登到它的網站 註冊會員 是沒有費用的 那註冊好之後呢 我們可以到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歌曲的搜尋 比如說我搜尋 Only有 那這邊的話 都是直接連接YouTube的 我們就按下點歌就可以了 點好之後呢 就到以點歌曲這邊 直接去做一個播放 好那這邊導的是YouTube 給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先把它放大 好那現在聲音 就是從這邊出來了 我把它調大聲一點 好 微微微 好現在就可以唱 好麥克風會調大聲一點 哈囉 然後接下來我把它調小聲一點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用意是什麼 就是現在呢我用這邊 來唱歌的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用手機呢 一樣去登入這個網站 好那一樣去搜尋歌曲 好像我搜尋這個 周杰倫 好那比如說我現在點周杰倫的歌曲 點一首 再點第二首 好那現在呢 這邊的歌曲呢 我不想聽 好那我可以把它做一個 從這邊呢做一個下一首的切換 好你可以看到 它是完全同步的 有沒有我從手機上面操作就可以了 往下切 好再下一首 好所以它的好處呢 就是它可以用這個多種設備呢 去做一個連接半唱的效果 其實這樣在唱的過程中 就很像在用KTV的感覺 你可以做下一首的切換 或者是暫停 好它完全是同步的 繼續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 它的演唱的效果 好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它的效果 好那我先給大家看 一般就是用Youtube的部分來做一個演唱 好那目前我都不做任何設定 直接先聽聽看原聲的版本 好正常我們在Youtube上聽到就是這樣子 原聲的版本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做一下這個消忍聲 好大家可以聽聽看 基本上人聲就已經完全都不見了 對不對 好它消忍聲的效果就像你現在看到這樣子 非常的簡單 那如果不OK的情況下 它還有第二段跟第三段去做調整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試一下演唱 那先說一下 好像都不好聽 所以如果大家也覺得不OK的話 不是麥克風的問題 是小滴的問題 好跟大家說一下 好 好 好現在開的部分呢 是Echo有回音 所以聽起來的感覺會比較像是在KTV 好那如果你要練習清唱的話 你可以把Echo關掉 而且還可以做聲降Key 好那聲降Key的部分呢 我稍微調一點 我先把它調到正常的Key 然後播放 操作給大家看 我把音樂關小聲一點 好那現在我做聲Key 好那聲降Key的部分的話 就沒辦法幫大家做測試了 因為聲這麼高 我怎麼可能唱得上去 好那重點就是說 它可以用這個麥克風部分呢 你可以用來練習清唱啊 或者是搭配Echo的部分呢 去唱出自己要的歌 好那搭配它很貼心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從畫面上看到呢 你在演唱的內容呢 而且可以隨時呢 透過手機的部分呢 來做一個切換 就是插歌點歌都可以 好這部分也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OK 好不只是在筆電上的小螢幕 其實在這種自衛型電視也是OK 現在目前我也是跟電視做好連接了 一樣呢 你可以用手機的方式呢 去做一個連動的操作 喂 欸 好那這樣一樣是可以用電視部分唱歌 不然切換下一首歌曲也是可以的 好然後 暫停 好非常的簡單 我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現在Leo在戶外 那我直接到車上來試一下 這個FM對頻的部分 我現在已經把它長按調到這個107.1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到車上來做一個測試 好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的這個107.1 跟車上的107.1是同步的 然後我就不放音樂了 大家直接聽聽看 因為現在的聲音已經跟車上同步了 喂喂喂 應該聽得出來聲音很大聲對不對 然後我包含用這個 氣氛的音效 都是非常大聲 那如果大家感覺不出來 現在是跟車上音響同步的話 我把車上音響的部分把它關成靜音 好我現在已經把它關成靜音了 你再聽聽看 基本上呢 我就算按這個的音效呢 也沒有聲音了 所以說它這個FM的部分呢 就是可以跟車上的部分做一個同頻 那你就可以在車上唱歌 大致上它的意思就是這樣子 好最後試一下這個記憶卡的模式 只要裡面有放音樂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插進去 也可以當藍牙音響來播放 好 好那現在的話就會顯示TF卡 那現在這個聲音就是從這個記憶卡裡面出來的 一樣可以調音量的增減 所以說你拿來放音樂也是OK的 就像這樣直接做一個操作 OK 好甚至也差不多有關鍵段落了 如果覺得不好聽呢 真的不是麥克風的問題 純粹就是我的問題 好那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入手的價格吧 好那這一組的話 幾乎在網上找到 它的售價差距是在3490 其實以行動麥克風來講 這個價格不會算是很便宜 但也不會到超貴 但是我覺得它如果在3000以內的話 可能價格會更漂亮一點 然後在這部分的話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加入社群 如果大家都有興趣的情況下呢 我也可以幫忙去跟廠商爭取一些比較漂亮的價格 好那希望今天這個行動麥克風的測試呢 有幫助到各位 好影片告一段落啦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掰掰